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健良 今天真的是很热很热 尤其是台北地区 这个月有机会创下历年以来 六月的最高温了 只要今天的平均温度超过29度 就有机会刷新记录了 但目前看起来这个几率是相当的高 台北温度高 但今天最高温不是在台北 是在高雄来到34.5度 是今天全台的最高温 今天整个西半部地区温度也不低 都来到34度以上 东半部地区温度稍稍低一些 大概来到31到33度左右 未来几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笼罩的影响 提醒你温度还是会持续偏高的 所以中午出门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 小心中暑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地面天气图的部分了 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的第六号台风伦比亚 目前是在飞滨西方海面的位置 大概是在南海的位置左右 那离台湾还有一大段距离 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 但明天这个外围婴势的影响 所以台湾的南部东南地区 可能都会有一些短暂性的阵雨 那其他地区持续受到 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都是晴道多云的 但中午过后容易会有 这个午后雷阵雨了 所以明天这个中不一北地区的朋友 中午过后要严防这个 比较瞬间比较大的雨势发生了 那明天就是上班上课日了 我们赶快来关心 未来一周这个天气的状况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部一北地区呢 未来一周都是这个 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 温度呢大概从34度到36度左右 那南部地区呢 因为受到这个南方云气的影响 都会有一些短暂性的阵雨 东半部地区呢 则是这个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了 那东部跟南部地区呢 因为受到这个水气比较多的关系 容易下雨 水温度呢 比起北部啊 是稍稍低的一些 但虽然低 但是也没有低太多 所以中午出门呢 还是要多多这个喝水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各地区详细的温度预测 北部地区温度是26到35度 降与几率30% 中部地区温度是26到34度 降与几率30%到60 南部地区温度是27到33度 降与几率40% 东部地区温度是26到33度 降与几率30%到40 外島地区温度是26到32度 降与几率0%到30 好 最后还是要提醒你 明天南部跟东南部地区呢 都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暖争雨 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了 明天温度还是偏高哦 所以出门要多多防晒了 好 以上今天气象资讯 提供给你做参考